看我手上的這半杯水喔 不知道你對它有怎樣的想法呢 如果是在很炎熱的夏天 最後一節上完體育課 你回到家喔 找來找去就是這半杯茶 還在桌子上 那現在你會有怎樣的情緒呢 如果你是拿了這半杯茶說 太可惡了 為什麼只剩下這半杯茶 我真的很倒楣耶 一邊賭氣一邊懊惱 把它喝完 那你可能是有一點悲觀的人喔 如果你是想說 太幸運了 我竟然在家裡還有半杯茶耶 我現在高高興興的把它喝完 那你可能就是一個很樂觀的人喔 所以啊 同樣一件事情 從不同的角度去想 你的結果就會不一樣 我們當然希望大家 繼續往樂觀的路前進喔 現在我們來看看最近小恐龍 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祝我生日快樂 祝我生日快樂 謝謝媽媽 我先許願喔 好 幾個月 好 謝謝媽媽 大龍生日快樂 是禮物耶 媽媽 謝謝妳 我最愛妳了 一定是我最喜歡的飛機 一定是我在收集的那個系列的飛機 一定就是 不是 怎麼是他 小恐龍 你怎麼不高興啊 你不是想要的飛機嗎 可是這個飛機不是我想要的那一台 我想要的是另外一台 媽咪想說你就差不多啊 可是我現在在收集那一種系列啊 不是收集這個系列 謝謝 不過沒關係啦 媽媽還是謝謝妳喔 好 不然我們切蛋糕好了 拜拜